中国主动向美国示好。 这个条件太符合特朗普心意了。 美国人点赞。 正所谓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,一切全凭利益主导。 当中美贸易还处于难以描摹的僵局中,两国竟开始碰头寻求在基建方面的合作了,中国甚至大度地称,可以帮对方重建基础设施。 在基建上谈得来。 中国愿意帮助美国。 中国虽然最近对美国来计,但是合作还是要谈,生意还是得做。 港媒近日就称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重建基础设施的计划下,想要推动中美在基建合作上的实质进展,帮助美国进行基础设施升级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bbs.tmxu.net post130225221.html。 这一言论是中国在本月26日举行的第九届中美交通论坛上发表的,在场的还有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,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女人,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政府的华裔,也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后首位访华的内阁成员。 不过赵小兰很识趣,丝毫不提中美贸易冲突,而是直奔这次的访华主题,称美国在过去忽视了本土的基建,如今的目标应该是与各地政府组织、私营部门合作,尽力满足基建需求。 而作为基建强国的中国,理应位列美国在国际上的合作意向名单中。 合作很有希望,一方有需求,一方有技术。 听到中美合作的消息,估计许多人都不可思议,两国现在闹得这么僵,合作暂时还谈不拢吧。 况且,美国一直忌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,如今真的会回心转意请中国帮忙吗? 转自铁穴社区。 httpwww.tmxu.net 其实无需困惑,毕竟只要一方有需求,一方能供给,利益从中挂钩,合作就不成问题。 特朗普在今年2月宣布要在基建上投资1.5万亿美元,这是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基建和改造计划。 而且计划还十分靠谱,并非一次性赤下巨资,这厂涨达十年的系列投资细水长流,少了许多特朗普式激进色彩,更显长效可行。 而基建恰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领域。 中国不仅有30余年的建设经验,还具备巨大的生产、施工、创新等技术,无论从数量、规模还是效率来看,中国都领先于世界,我们基建狂魔的称号不是凭空而来的。 所以说,这场论坛来的正是时候,至少让中美如今除了贸易冲突外,还能做下来平心静气的谈谈合作。 中国在其中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与热情,虽然许多人认为这又是在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,对象还是不招人待见的美国,但转眼一想,趁机和美国缓和意下关系,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? 但是,目前,目前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非常严重。 特朗普只想说,如果中国帮助美国重建基础设施,那就打个折备。